文森特·梵高 荷兰后印象派画家 在37岁时生命戛然而止 其作品《星夜》向日葵 有乌鸦的麦田为世人所熟知 当地时间11月22日 加士德香港2018年秋季拍卖玉兰 展示了梵高的多幅作品 尤其揭秘了他人生最后五年创作的 七副《珍寒大作》 其中最为珍贵的是 梵高1889年9月创作的有彩画 《田野里耕地的农夫》 2017年底以约6.4亿港元的价格 被拍下本次为借展 画作创作于梵高割掉耳朵后 被关入精神病院期间 此时距离他自杀不到一年时间 这也是梵高创作的成熟时期 艺术市场上已经很少出现 这个1889年这样 大家就是公认的梵高的最成熟 然后创作的这种巅峰时期的作品 那大家看现在看到这张风景画 其实就是梵高当时在这个精神病院疗养 从自己的那个单人病房的窗户向外看 看到了那个风景 所以他是从他的窗户看到了窗外 这个在离地的这个农民 然后这个田野 还有这个太阳 包括他心中就是想象出来的 这个代表家的这个房子 梵高的艺术生涯其实很短 仅有五年左右 本次展览展示了梵高一件画风转变期的关键作品 为1885年12月创作的 素红发带的女孩 左侧面半身像 估价约7830万港元 当时梵高搬到比利时 受到法国印象派和日本服饰会影响 画作色调从昏暗变得鲜艳 梵高曾给弟弟写信 提到他忘不了画中 乌黑绣发中的一抹火红色 从他早期在荷兰的时候 以他的吃土豆的人 这个著名的代表作为代表的那种 颜色色调很暗沉 然后表现农民的这种题材呢 到了这个安德韦普以后 他因为受到了这个卢本斯的油画的影响 他的画面的颜色开始变得鲜艳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女孩 她头上的这个红色的领结 还有她脸上的这个胭脂 还有她口红的颜色 都她的画面的色调 都开始鲜艳和明亮起来 加士德秋拍御展 也展示了法国画家莫奈 阿尔弗雷德·西斯利·雷诺欧 西班牙画家毕加索 荷兰画家基斯·凡东根 德国画家里斯特 英国画家塞沃尔等大师的杰作 每一幅都价值不菲 作品均将于2018年底至2019年初 在伦敦、纽约和香港拍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